他说不久前 一位好奇网友在百无聊赖中研究幼儿玩具 赫然发现套在铁丝上的小火箭 只要转得够快就可原地升空 经多次试验 该网友始终不明就里 于是又转动旁边的木头珠子 竟然也可原地起飞 于是他录制了这段视频 想知道铁丝上的旋转体 为啥能克服重力顺竿爬高 观察发现 小火箭快速旋转时 会不断和穿过内孔的铁丝碰撞 看来快速而持续的碰撞 很可能就是上升的原因所在 既然如此 咱们也在铁丝上套个小火箭 拨动它 沿着顺时针快速旋转起来 发现中孔和细杆发生碰撞时 孔的内壁因接触细杆 而受到反向的滑动摩擦力 如果此时接触点在内孔的下边缘 那么摩擦力就会制造旋转力局 使物体向左倾斜 这样接触点顺时受到的摩擦力 就指向了右上方 只要摩擦力够强 向上的分力就可支撑小火箭上升 既然真相大白 那么本期节目就进入了尾声 祝各位观众晚安 等一下 刚才我听见有人说 如果是内孔的上边缘接触到铁丝 就会使小火箭被摩擦力推动而右倾 结果就是接触点的顺时摩擦力指向右下方 这岂不是飞不起来了 既然今天没糊弄过去 那我再仔细看看视频 发现小火箭碰撞铁丝时 似乎是在反复横跳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个快速旋转的小火箭接触细杆时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会被边缘的摩擦力推动而倾斜 由于此刻它可看成旋转的陀螺 具有保持轴线稳定的能力 因而能抵抗外力矩的扰动 总是保持着内孔轴线和细杆平行的趋势 由于具有了陀螺稳定性 当内轴孔和细杆发生摩擦时 旋转体不仅自转 还整体绕着接触线旋转而公转起来 使该物体的置心也开始做圆周运动 如此一来 旋转体就被离心作用压紧在细杆上 虽然这样并不能使摩擦力向上偏斜 但却会使旋转体的轴线在频繁冲击中受到偏斜的扰动 于是瞬间的扰动力矩 就使这个陀螺发生进动效应 也就是陀螺为了抵抗外力矩 而朝着力矩同向旋转90度的方向偏转的动作 正是由于这个特性 当小火箭在旋转中遇到冲击而受到倾斜力矩时 它就会向力矩旋转90度的方向偏摆进动 以此来产生抵抗冲击扰动的稳定力矩 因此内孔会出现横跳 而每次横跳时中轴线的偏摆进动方向 又和它自转及公转的方向相同 使旋转和偏摆出现姿态叠加 变成上端领先下端的倾斜接触 导致摩擦力向上偏斜 但这种状态无法维持 会立即受到冲击扰动 所以又继续进动横跳 因此放慢画面会看到 小火箭和木珠子的内孔接触点 都是在旋转中快速跳动 正是如此才使旋转体的内孔轴线 接触吸杆时保持前倾 从而获得了摩擦力的托局 同时这一原理对战斗陀螺比赛 也很有帮助 如果你的陀螺比较重 而且转速高 那么遇到实力接近的对手时 就可采取同向旋转策略 因为两个陀螺接触瞬间 会产生强劲的摩擦力 而摩擦力所制造的倾斜力矩 虽然会被陀螺的稳定性所抵抗 但代价就是自转轴朝着 力矩旋转90度的方向偏斜进动 如图所示 无论朝哪个方向旋转 摩擦力导致的进动偏转 都会让两个陀螺趋于彼此靠近 这样转动动能更足的陀螺 就可通过高频率对撞 尽快耗尽对方能量而胜出 但如果你只有个重量轻 且转速慢的不锈钢盖子 那就要采取逆向旋转策略 也就是要和对手陀螺保持反向旋转 这样一旦接触就会通过摩擦受到对方的助力 同时摩擦力的力矩导致的进动效应 又能让较弱的选手在受到偏转力矩扰动时 具有比对手更快的进动速度 从而加速偏转逃离追杀 所以逆向旋转大法可让查钢盖在接触时沾光 而逃跑时对手还追不上 最后硬是靠草船借鉴让强壮的对手窝囊而死 感谢观看